像牆牆剛剛 她的運動其實非常的專業 可是有時候是女生 就想說健身要瘦的地方 所以你要補充 正確好的蛋白質非常重要 因為牆牆剛剛講說 你平常是不是還會吃 都只吃肉 肉 可是它會炸的 烤的 可能你在健身 然後在仿肌肉之前 你可能就攝取過多的油脂 過多的澱粉 排油就會變蜜 對 還變蜜 要變胖 所以你在排便的上面 你可能要選擇更好的東西 明白 對 今天我要介紹這個 就是來自我的家鄉韓國的 韓國 而且是今年粉美場有得獎的 超能耐息 它是由韓國的 體重管理中心所研發的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 來自韓國新的全新的 體態控調配方 而且在韓國 就是大家都知道 練習時很出名對不對 就平常練習的時候 很需要很多的體力 可是又沒有時間 吃飯的話 他們就會靠著 對 很殘忍 他們是如果吃飽的時候 就是要訓練 它也很嚴格 所以你平常就是在 那麼辛苦的環境下 然後你又要補充東西 可是又很怕胖的話 像這個很好吃 它裡面一包喝下去 它只有一百卡 而且吃下去之後 它可以讓你飽足感 維持五個小時 就可以跟爆發力 繼續的延遲的下去 對 而且像有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 這種東西一定很難吃 它第一個很好吃 而且很多人會吃代餐對不對 對 就很怕那個味道 它可以取代傳統的代餐 因為它裡面 剛剛有講到 就是它的營養素很多 夠 然後又可以有很多高纖維 可以防止你便祕 而且它裡面的蛋白質 是植物性的 就是含36% 就可以讓你平常的雞肉 可以線條維持得非常的好 它有口味分嗎 它有口味 就是我今天有帶 草莓的跟水蜜桃的 水蜜桃的 對 草莓它主要就是裡面有維他命C 然後還有這個中鏈脂肪酸 就是讓你可以幫助代謝 水蜜桃就是 如果女生是比較注重 就是皮膚 它裡面有膠原蛋白 好酷喔 而且它裡面還有80種的 這個高效蔬果的纖維 就可以幫助你的腸道 腸胃墊 對 等等 而且還可以補充營養 它裡面有79種的 維生素礦物質 所以同時就是 幫你兼顧所有的東西這樣子 這次這一包超能的這個奶昔 它放進去大概8秒鐘 它就可以融化 那很快 這麼快 而且大家都知道 韓國人就是一年四季 到冬天下雪都要喝冰的 所以我就平常就是會 先倒 倒進來了之後 冰壞嗎 沒有 先倒一點點常溫的水 我自己打 冰的容易上火 然後用上火 差不多50CC左右 你現在這是什麼口味 它這個是草莓的 放進去了之後 就是這樣 好 要這麼專業 要這麼專業 因為有個彈簧可以攪拌 是裡面有冰塊嗎 有個彈簧 我是在教大家平常 因為現在夏天 其實有時候運動完 你還要喝常溫的 根本沒胃口 所以想說喝一點冰的清涼 就是放一點的之後 再加一點冰塊水 然後一包大概200到250CC 就依照你自己喜歡的濃度 你喜歡喝濃一點就200 喜歡比較清淡一點的話 你就用250 這邊有刻度 我今天泡就大概200左右 來 嚐嚐你喝喝看 好的 謝謝 好幸福 真的好幸福 我都聞到那個味道了 很香對不對 草莓的味道 你是好喝的 這個是好喝的 是不是很好喝 是甜甜的 好喝的 就是跟一般代餐 跟你喝到的健身飲品一樣 很像甜點 因為一般代餐 真的是味道不好 真的 然後很多的代餐 還會影響便便 很好喝 真的 而且它裡面 對 夏冰塊更好喝 那一天要喝幾杯 幾包 就是你運動完 其實看你自己想要控制的 蛋白質攝取量 像有的人每一個教練 什麼都會控制 那你就依照那個 無限什麼時候攝取都可以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說 運動完才要攝取 其實沒有 蛋白質是一整天 隨時隨地都可以攝取的 所以我們隨時隨地 想要喝都可以 我可不可以 就是喝著一口然後放著 盡量 盡量是快一點喝 而且不要用熱水 因為熱水會把裡面 剛剛很多很珍貴 很好的那些東西都殺死了 然後它這次就是有推出很多系列 然後它每一個系列的共同配方 就是它裡面有專利的藤皇果 大家都知道藤皇果 就是幫助代謝 然後是油脂跟澱粉的殺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專業的這個魔育纖維 然後它就是 這個魔育纖維碰到水之後 就會脹得很大 就是把你的腸道裡面的髒東西 一次 有那個口感 對 帶出去 讓你可以變得排便更順暢 然後還有乳酸菌 也是幫助這個腸道排便 代謝 好 理解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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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